各位在場的媒體朋友 各位持續在立法院內外守護人民殿堂的議會殿堂的所有公民們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召開的記者會 主要是針對330 捍衛民主 退回服貿人民站出來 選擇國家暴力和平守護台灣的這個行動 為大家做一個行前的說明 今年占領國會的行動以及場外所有的公民集結 這個守護台灣民主未來的這個行動 已經進入第12天 那越來越多的青年學子制服公民 加入了這場反黑鄉服貌捍衛民主的行列 然後呢全台灣各地現在仍然有各式各樣的這個聲援行動不斷 但是呢馬政府仍然沒有看到這些人民的訴求 虛心回應人民的要求 所以呢330集結凱道就是要持續的告訴執政者身高對執政者的壓力 堅決表達人民探衛民主的決心 那而且要告訴馬總統我們不是少數人不是暴力 而是關切整個國家當前憲政危機的公民 所以我們才會在此刻號召全體人民走上海道 所以330的行動是一個和平揮抱力的這個集結行動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陸續邀請幾位朋友呢跟大家分享呢 這整個遊行的企劃 那這次的這個遊行是由公民團體加上青年學生共同的籌劃 那有非常多的這個公民團體參與了這場籌劃工作 那首先我們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崔樹欣崔民主長 為我們分享這個整個活動的流程跟企劃 謝謝 好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秘書長崔樹欣 那這次330的凱道集結的活動 是由台灣的所有的公民團體一起參與籌劃 那目前增加的團體越來越多 那目前大概已經有三四十個團體一起加入籌備 那我們的活動呢是希望堅持在一個和平守護台灣 一個堅定守護民主的一個活動形式 那我們目前是下午1點鐘在凱道集合 那但是呢我們的人潮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在凱道 而是希望延伸到整個中山南路一直延伸到立法院 那我們的活動會從下午1點開始 下午1點到3點我們請民眾在凱道慶座 我們將要慶座 然後在下午3點到晚上7點的時候 在我們的凱道主舞台上 將會有各界代表的聲援的發言 也會有我們各個跟服務受相關的產業代表的發言 還有我們各個公民團體的發言 還有學生代表的發言 來自各校大課的老師們 還有學生們也都會上台發言 那也會請一些聲援的藝文團體來表演 那最後在7點的時候 我們在凱道活動會結束 我們就會邀請民眾跟我們一起回立院 繼續守護立院 那這是我們活動大概整個的流程 那我們其實這次呢 所有公民團體呢 都將會在中山南路 我們會有一個公民憲政大道的設計 那在這個公民憲政大道 我們將會有二三十個攤位 在這個中山南路的兩堂擺攤 每個團體都會介紹自己所屬單位的社會議題 還有每個團體對於服貌的聲明以及看法 那目前呢 我們在公民憲政大道的公民團體的攤位 有分成教育 人權 性別 農業 環境 居住權 勞工 還有藝文件 出版業 有這麼多的多元性的團體 會在我們的中山南路的公民憲政大道上展現 那希望呢 各位民眾能夠來多了解 各位公民團體 對於目前運動的關心與訴求是什麼 那這是我們活動大致的規劃 那也非常感謝 也非常感謝 在這一兩禮拜以來 有許許多多公民團體 投入立法院草外的各種資源 也一起參與我們330活動的籌備 但是因為時間衝突 所以人力上可能會顯得不足 我們還是呼籲民眾 當天來的時候 能夠盡量配合現場糾察指揮 還有公民團體 所請大家交代的事情 可能請大家能夠 那不只在公民憲政大道的攤位上面 能夠了解更多關於不貿的訴求 也希望大家在鎧票上面 能夠維持進座的形式 以免我們會落入像政府所說的 他們想要把我們打成暴敏 我們讓他們看看 台灣公民社會多元的力量 那這些力量從何而來 是什麼樣一些理性的原因 是哪一些公民團體的面炮 不要讓他們把我們打成沒有面炮的人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這麼多公民團體 要願意站出來 希望跟學生結合 然後讓法政府能夠聽聽公民社會的實力 謝謝大家 謝謝 接著我們請 必求公民基金會 台北辦公室 蔡聰越主任 為大家說明 整個我們遊行的這個 集會形式的這個基調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還有我們在立法院場內場外 一直苦苦守候的同學們 大家早 早 好 我想 我們今天 會在330 舉辦這個 和平守護台灣 譴責國家暴力 的這個大型的集會 除了 我們過去 一貫的主張 退回胡茂 捍衛民主之外 多了這樣的訴求 多了譴責國家暴力 和平守護台灣的訴求 目的 除了 要回應 政府 他們在過去的期間 所 在這樣的一個行動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國家暴力行為 包含我們知道的血腥鎮壓 除此之外 還要包含了許多在語言上面 還有在沒有辦法傾聽我們在座所有學生們的訴求 等等語言的暴力 這種在媒體上面用輿論的壓力 這些都是我們認為應該要譴責的國家暴力的範圍 江院長在昨天的記者會說 呼籲大家要和平女性 我們在這邊也呼籲警方不要過度執法 激化人民跟警方的對立 在當非的行動當中 如果警方有任何過度執法的行動 這個責任是江一化跟馬一九要負責的 而不是人民要負責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呼籲 國家暴力行為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在我們3月30號的活動當中 再一次的產生 此外 在我們準備公民憲政大道這條路的過程當中 也是呼籲著我們在過去一貫的訴求 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 我們都知道 這幾天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還有全台灣的關注 都壓在了立法院 這個退回福報的事件 但是台灣的角落 還是有非常多不正義不公義的事情 不斷的發生 譬如說 我們都知道高雄的日月光 他在這幾天 悄悄的要啟動復工了 譬如說 我們都知道 有七成反對的核四場 經濟部在這幾天也宣布 明年七月他們要準備要放入燃料棒 等等的不公義事件 台灣NGO關係的公共議題 在這陣子 政府還是悄悄的 利用他們這個媒體上面 沒有人關注他們的這個優勢 一支一支的在迫害人民所共同 要生存的台灣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行動 也特別的強調 就是要和平的守護台灣 不只是從福茂的議題 還有從各個的公共議題 我們要擴大台灣的公共公民團體 以及學生們 守護的不僅是單一的一個議題 而是所有台灣在公民社會當中 我們所共同關注 有高度共識的議題 而這個國家暴力 也不只是血腥鎮壓 還有漠視這種七成名義 不管是過去福茂的這個審查 或是核四場等等 這麼多數的名利 他們選擇了漠視的方式 所以在當天 我們也要求 要恳請所有參與的朋友 著黑色的衣服 著黑色的衣服 也為我們過去這幾天的行動 等國家暴力來默哀 也希望我們這個行動 能夠持續的和平守護台灣 所以下午1點鐘的時候 我們在凱道還有中山南路上面 都會進行集結的行動 如果要參與的朋友 可以從捷運台北車站 散島寺 台大醫院 還有中正紀念堂等站出口進入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公園路跟凱達格蘭大道的這一側 已經完全封閉了 所以如果從台大醫院出入 我們要走常德街 進入我們的會場 我們希望能夠 有更多更多的人 一起站出來 讓我們的力量 從立法院 蔓延到總統府 從總統府再回來我們立法院 這是我們當天在330活動 最主要的訴求以及基盜 懇請大家一起來支持 謝謝中約為我們做了說明 那我們其實這整個行動呢 的參與者 我們呼籲你 不要一開始通通 就是從凱道的那個路口進入 我們呼籲在各個地方 我們目標就是從立法院 蔓延到總統府 所以在整個中山南部 都是你適合下車直接的地方 好接著我們請賴總長來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們這次的行動 的主張 就是要譴責暴力 然後繼續堅持 我們的四大訴求 第一個要求要退回服貿協議 第二個要求要完成兩岸協議監督的法制化 法制化就是要避法 要由立法院避法 而不是江院長昨天所說的 就是把他的四階段監督 再弄成行政命令 法制化就是要立法 而且我們要求 立法完成前 不可以審查服貿協議 我們要求立法完成前 不可以再往黑箱 不可以再跟中國簽新的協議 或洽商新的協議 一切都回答民主原則 我們先完成立法 由立法院來通過兩岸協議監督的法制化 這個是第二點訴求 第三點訴求 我們要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第四點 我們呼籲所有朝野的政治人物 朝野的立委 都放出來支持我們的主張 並且支持民間 根據民主人權的原則 所提出的兩岸協定 締結條例草案 這個草案 已經有立委連署 跨過一岸的門檻 現在已經受到立法院了 國務必須回應 人民的意見 人民的呼聲 這個是我們的訴求 我特別要跟各樣媒體報告 我們的次大主張 從來不變 或許有些媒體朋友 並不是從頭到尾 都在台港服貿協議的相關公民活動集結的新聞 所以你們或許不清楚一些脈絡 但是 這個場地 這個場景 我非常熟悉 去年6月21號 開始 福納協議公佈了以後 黑箱協議公佈了以後 引起眾多人民 學生 青年朋友 公佈還比的不滿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這四大主張 依然不變 當然 針對行政機關 各別拋出來的議題 我們會有針對該議題的回憶 那個是具體細節的回憶 但是 我們四大主張 從來不變 同時 我要說明 我們這個集會 的目的 就是要向 馬總統 展現 人民 和平的力量 我們要用人民 堅毅的力量 讓馬總統知道 我們要堅持 我們希望 執政的 做出讓步 回憶人民的訴求 但是這個力量 是和平的 是堅持和平的 是以和平為最高原則的 我們呼籲 警察 不要激怒人民 不要過度使用 直接 我們也呼籲 所有參與的民眾 所有參與的人民 要堅守和平的原則 三更零 我們一定要堅守和平的原則 面對國家的暴力 面對國家的抹黑 有效的方法 並不是以暴力為意 而是讓執政者看到 和平的力量 終究會獲得勝利 謝謝 謝謝賴律師 賴律師 賴律師已經跟所有媒體朋友 還有參與的朋友 仔細的說明 我們過去到現在的訴求 都不變 非常的堅定 第二個 330的行動 主辦單位這邊 所有釋放出來訊息 要求群眾參與的基調 就是和平 用和平戰勝國家的暴力 好 接著我們請 天社長文青年陣線來 國營 好 國營先講 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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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經正式賴律 今天已經靜坐的12點 第12點 我們看到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記得在這邊這麼久 法政府至今 仍然在閃避我們的訴求 我們要先立法再審查 他現在跟你回應 立法可以審查可以 但是不能掛工 訴訟立法 也不適用於符號 這就是我們這群公民 在這個地方 靜坐12天 正人議會12天 所得到這個政府的 回應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曾經 有朋友 有夥伴 選擇到行政院去 而讓他們進一步的訴求 在所面對的 卻是最慘痛 最令人痛心的 國家暴力的鎮壓 第12天了 一定要邁入第13天 我們已經脫無可退 對不對 我們已經脫無可退了 對 所以 明天 我們要邀請 全台各地的朋友 一起 來到 100月 來到中山南路 來到 海道 用和平 非暴力的訴求 展現 我們的堅定 展現我們的意志 讓這個政府知道 他的棍棒 他的小圓棍 他的奇梅棍 他的棍牌 他們 會不夠 都 明天這場行動 除了 台灣的 這地朋友 已經湧上來 我們昨天所得到的 註實 是台中 已經確定 有80台游覽車要給上 我们台湾的朋友 要电游覽车 也已经订不到 明天是这样行动 在台湾是关键的 在全球各地的台湾人 也会在几十个国际城市 同步来发起声援 这支符帽的团阶的行动 过去的12天 我们在台湾 已经见证了历史 明天 我们还要持续团结在一起 签造历史 但是我呼吁 明天这场 和平被暴力的行动 我们不要使用任何的暴力 也请警方 以及马政府自我的节制 明天 让我们从海道 从中山南路 从立院 占满这些道路 来展现我们的意志 我们各自重申 我们欢迎 我们希望 各位的朋友 在立法院 这首的朋友 这些学生们 我们会会在圣场 持续的正守立法院 而且各位人群 也持续的正守立法院 因为议场 还是我们重要的 精神上的堡垒 希望各位 能够持续的正守立法院 但同时 在凯道 七点结束之后 我们 会把群众 持续的引回立法院 我们周到的包围的圣场 然后持续的占领 直到政府 给我们正面的回应 好吗 最后 我们来呼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 这个口号 是台湾民众党的蒋渭水 在那个 面对日本殖民帝国 最艰难的时代 最全岛的 台湾人说还出了口号 这个口号 也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最需要展现的意志 这两句话叫 同胞需团结 团结真有力 我们一起来喊好不好 好 同胞要团结 团结真有力 团结真有力 同胞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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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真有力 同胞要团结 同胞要团结 团结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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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3月30号 请各位朋友 一起站出来 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謝謝 人家今天有辦法逐條審查 在現行的制度下 藍綠藍藍還是會繼續在我們會背等 服務貿易協議 所以我們認為要服務程序爭議 唯有先立法再審查 這是我們一直強調的 張院長也說 如果要做法制化的行動 可以依據兩岸人民關係 來制定行政命令 我們必須向教越長喊話 我們所謂的法制化 應該是由立法院本於民主憲制 和民主保障精神進行立法 或是什麼行政命令 這樣的行政命令是非常空洞的 我們要求還是要先立法 再審查請張院長不要誤解 不要故地誤解我們的訴求 那第二點 張院長公然說謊 警察受傷的人數比例更多 我們已經知道 有許多台大醫院警察出面指稱 有大片警察是事後驗傷 他們傷甚至連紅腫都沒有 都說他們是痠痛 他們是扭到 然後要求取回驗傷單 今天電商的警察數量幾多 甚至癱瘓了急診外科 那我們嚴正請責 張院長公然說好 謝謝張院長公然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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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還是再回到我們今天遊行有幾點 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這次我們的遊行 主訴求有一個非暴力的守則 我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報告 那也希望媒體朋友能夠比較詳細的 把這個非暴力的守則揭露給所有參與的民眾 讓我們一起展現台灣人民的意志的同時 用和平非暴力的手段去鋪顯國家暴力跟戰爭的交道 第一點 要隨時保持友善的態度 第二點 面對執政者或反對我們的人 以諒解的態度對待他們 我們要比他們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看待 第三點 不用惡意的延遲、口號、標語去嘲弄、譏諷對方 而且不私自、無關或違反本事遊行訴求的標語跟標示物 第四點 對於直接的暴力行為 不予反擊 不暴徒或叫罵或做敵意的批評 第五點 不攜帶武器或任何當武器使用的東西 任何暴力非本次的活動所允許 執法單位負責制止暴力行為以維護活動的進行 第六點 遵守決策中心或領導者所做的決定 因為這次的遊行 我們一定會有超過十萬人走上街頭 站滿整個中山領域到凱達格蘭大道 非常需要所有參與的人民遵守決策中心或領導者所做的決定 第七點 若無法接受決策中心的決定 可以立即或稍後退出行動 但不要在行動進行當中做出分裂或爭議的行為 最後一點 第八點 如果真的不幸 國家淡選使用暴力 或者進行逮捕民眾的行為 這個時候呢 就接受逮捕 不要反抗執法人員 除非參與行動者的人格尊嚴被蔑視的時候呢 才採取不能做的態度 如果呢 有人被捕 就接受逮捕 不要反抗執法人員 我想我們 這次的這個遊行 已經展現最高規格 台灣人員追求 和平 非暴力 尊嚴的行動 相對的 我們也要求國家 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隨便指責 這場運動呢 是什麼暴力 這個完全是 無理由的反抹 抹黑行動 我們不接受這種抹黑 好 所以在這邊呢 我帶領大家 再看一次我們這次的遊行口號 捍衛民主 捍衛民主 退回不罵 退回不罵 人民站出來 人民站出來 捍衛民主 捍衛民主 退回不罵 退回不罵 人民站出來 人民站出來 選擇國家大力 謙責國家大力 和平守護台灣 和平守護台灣 謙責國家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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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守護台灣 和平守護台灣 各位媒體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在這邊發言告的轉動 請問一下各位媒體朋友 有沒有什麼要提問的 這邊請 目前我們還在討論中 但是我們對於目前 明白好的方法 基本上對馬宗主的信任 就是已經 信任技術的計畫 完全不存在 就是經過這件 這個會面的 這個討論 這件討論會面的過程 那 這五人小組我們目前還在討論中 讓我們傾向 除非 回到我們 因為準備的訴求 除非馬宗主 能夠 呃 他在未來 審議兩岸行政策條例 以及審議斧化的部分當中 來放棄宣告 絕對不會用黨紀 來約束黨籍的議員 所以投票審議 否則我們 我們認為是要不要討論 先承諾 同時我們都不要來討論 但是基本上 如果連承諾都說不到 我們認為是要討論 7點結束之後 就會往討論 那為什麼呼籲警方 不要做這種 引進民眾行為 讓民眾順利的我要信任 來持續我們的讚奇 那7點有把握 對 那給我們 我們7點會開始移動 然後持續來 進一個人的 我們會繼續回家 還要一位 沒有說 我跟李文坦還在考慮規劃中 應該會輪流的 輪流的到這個地方 我跟李文坦還沒有 昨天有上陣營節目發表清水 那今天會不會在上陣營節目 講對明天的活動對話 我們昨天其實事實上就在 面對馬政府這一連串的 各種資訊的偏弄跟抹黑 我們昨天上陣營節目 這個做了澄清跟說明 希望大家能後禮拜可以一起上街頭 那今天我們會專心來籌劃 一定有型的活動 今天不會 你覺得這樣就在節目上了嗎 昨天跟各個來賓 還有國民黨捷立委 就有溝通 事實上我們覺得 達到了一些 舉了一些相關的共識 國民黨立委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 看到他們同一口徑 就是國民黨立委不能決定 這上面的那個人說的才算數 當然我們都知道上面那個人是誰 他們都不願說 那國民黨立委昨天同一口徑說 要立法可以 要實質審查 要逐條審查可以 可是要脫鉤 那這個當然跟學生的訴求 先立法再審查 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 我們反問國民黨立委說 那這個要脫鉤的話 意思就是說你們承認監督不走 可是要讓福茂這東西 已經 很多人質疑 但是還要台灣人硬吞下去囉 國民黨立委 都打不出話來 我相信國民黨內部 現在這個立場 他們也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邏輯的矛盾 我們呼籲 法政府還有國民黨 能夠正式全民的訴求 不要用這種小手段 來擺放福隆人 那這兩天有傳出一些 就是在中間的溝通 非正式的溝通 或者是奔走穿梭刀的一些行動 那據評論所知 這個行動 不管動作什麼樣的形式 現在是不是還在進行當中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能夠代表你們出去做 像這樣的私下溝通 就你們內部會 要通過一個什麼樣的程序 什麼樣的授權 所以政府更相信 還是有一個民進化規則 這問題我來回答 因為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公民團體 以及學生 青年學生的代表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正式的決議 接下來整個運動的方向 那以及因應 執政者 不管斷話也好 或者是真有溝通誠意也好 我們會有一個內部民主的機制 來做正式的回憶跟因應 那我們不希望再看到私下的斷話 或者是刺探分話的種種行為 那我們會有一個正式的民進決策機制 那當然 整個運動會依照這樣的原則來做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總統府的私下犯法 有請問一下 您剛剛提到的民主的決策機制 能不能稍微說 我會想細節沒有必要在這邊透露 細節沒有必要在這邊透露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會有大約二三十位的青年朋友跟公民團體的代表 那對整個運動的大決策 包括如果真的馬政府有心跟學生公公釋放出善意 其實 維庭剛剛釋放的訊息 相當程度反應 我們多數人能共識 就是說 這件事情 就讓這件事情回歸民主 回歸民意 所以馬總統不要再用 來約束這個執政黨的一方 想問一下 我可能這幾天都有報告一下 今天 在美瑞士發展的難度 對於這樣的進程 就是有在美瑞士發展的難度 然後在美瑞士發展 然後在美瑞士發展 就是用標準 但是 剛才美瑞士發展的難度 剛才美瑞士發展的難度 就是 剛才美瑞士發展的難度 就是 剛才美瑞士發展的難度 剛才美瑞士發展的難度 那是一群 是發展的難度 所做的 因為對於資料 然後買到報告 都來行動 當然 我們樂界 全球各地的公民 我們那種方式 還能讓 各國人 認識到台灣的 各地的報告力 那這幾天 我們在 在兩內 其實又來自 以往實驗之 DNN VBC 來自德國 法國 各地的大報 都非常貫出這一次的行眾 大家其實都在看 台灣 作為一個 馬州人的關鍵民主國家 下一關要場所 所以 所以 那我們 現在再帶一遍 好 謝謝 柯林請問一下 因為像我今天也都馬上 都會來看 其實 你們應該能為國力公民 建設的問題 你覺得這樣應該是一個 善意的問題嗎 我認為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 馬政府 馬總統 應該回顧我們所有的訴求 才要 才叫做 善意的防線 可是他不該做的防線 好 我們帶來明天的活動 會有一些基本的知識 第一 就是 就是 你 我們今天組成了一個 三百樓以上的糾察隊 今天下午 我們還會做這個糾察 動物的宿便 就專門做 一個三月三十號的活動 第二個 我們在當天的活動 主舞台 現在在凱道 但是 到七點 凱道的舞台 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會在我們這邊 地面前青島公路 跟近南越的廣場 繼續有活動 跟短獎 那凱道的主舞台 會關燈 那 這個機動 就是要告訴大家 告訴所有生育的朋友 我們確實的 把台道的活動 給結束了 並且 把舞台 再回到 我們這個 持續守護 台灣民主的 立場的這個 立法院周到 所以在活動的設計上 以及糾察能力的配置上面 已經做了一些準備 那 會在一定 不同的狀況 我們在現場 都會設幾個大隊的指揮 會在現場 來做 即時的輸導 跟引導的過程 那我們在這邊 也要利用記者會的形式 來呼籲所有支持 和平守護台灣 譴責國家暴力 行動的朋友 在7點的時候 我們請大家陸續的 回到立法院的周遭 持續捍衛 這個我們所勾下來 守護台灣民主 重要的這個立法院 我們請大家看看 一下子 有了 我們在這邊 先去看 一下子 我們在這邊 看 我們看 想問我們 已經不問了 這個 因為 其實 最近 有一些 力圍有一些 比較吸引的體感 他認為說整場的這個共平們是藍隊非常可貌 利益是人下的 但是走到後來看反對嗎 是合在一起的 因此有藍的立委認為說這個貨幣的次數太低了 那針對這一點的話呢 對 我覺得這一藍的立委是上才14塊 所以例如就是我們的訴求一貫 我們的訴求一貫就是在 那為什麼後來的群眾會變成說情緒 就要在馬通人身上 這個問題不一定要問我 而我應該要問馬通人 正是因為馬通人這個原地來 一直不願意明明的訴求 才讓民意對於馬 才讓民意讓民眾對馬通人信任 持續的走避 因為我不會馬通人 不要再善於眾的問題 不要再善於民意的間諭 跟情緒 好好的來面對民眾的訴求 謝謝 昨天晚上我們傳出說 就是teen 蠻少那руж inne 然後進化不斷 무 整個因為不斷值不斷的只有這個not� 我們要做網路的留言 我覺得我們還要查說 我們主辦公司在這個地方 絕對 絕對沒有走路公眾的事情 我們有呼籲 如果要動員 如果要動員上的朋友 也不要用這種方式來動員群眾 但請大家呼籲大家 用自己的身份來參與這個行動 這個行動的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 蔚陽可以到場嗎 不想安全 不想安全 請問一下 蔚陽可以到場嗎 謝謝蔚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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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特別再次強調 各位媒體 我們朋友在簡直用具的時候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這個行動 確定不是要讚滿狂狂狂 前面的台大軍 沒有讚滿這回事 我們就是從立法院 難言到狂狂狂狂狂 七點鐘結束之後 請大家回到立法院 繼續守護台灣的民主 守護疫情 這是很確定的說明 我們已經 主辦單位這邊已經 用盡所有的公民社會 可以用的能量 設法要把這場集會的統合道的設定 跟舉辦成為一個真正和平非暴力的行動 那也恆請這個政府不要刻意的激化或抗性 以避免的雙方有創意發展 那也拜託大家在確認我們剛剛所談的非暴力的時候 能夠讓更多人能夠看到 謝謝各位媒體同學們記得為大家的見譜 謝謝